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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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Celia 接下來就來聖誕節了 我們現在吃得豐富一點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Robster Roll 我用一個冰鮮煮熟的龍蝦示範給大家 其實可以用一個新鮮的龍蝦 如果你們用新鮮的龍蝦 你們回來洗淨後 就用水灑一灑 大概三分鐘 等龍蝦熟了之後就可以起肉 我們先撕了兩個角 然後頭 我們就用刀背 鎖一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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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後就把龍蝦肉切開 這隻龍蝦有很多膏 另外我們也會預備了一些西芹 西芹我們去的衣 然後把它切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拌一些醬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蛋黃醬 再加多一點檸檬汁 拌勻 另外再灑多一點紅椒粉 和黑椒粉 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冰箱 冷藏一會兒 等到床料凍了 就可以繼續做 好了 我們就會烘一烘麵包 烘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少許牛油 烘到兩面都香脆為止 這樣就可以了 龍蝦我們在冰箱 大約冰了半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把龍蝦肉放在螺絲上 這個龍蝦肉就完成了